油价贵车位也贵 现在买车我以为买捆动真的是个好选择 尤其是那种家用刚需车 而且现在捆动选择比以前多得多 不单只是那两个田 自主品牌也集体爆发了 齐悦魏比亚迪广汽吉利都在做捆动 而且吉利还把他的捆动价格压得很低 已经把他最新的雷神捆动放在台12万起步的 D豪L上面 今天就可以看看他了 吉利这套捆动 有看我节目的人都知道 我不是第一次去接触它 之前在广州开了一整天的新约L雷神捆动 那时候的那个节目 我看了很多单步跟评论就说 太可惜了 那台车不能上绿排 线排程式上排又麻烦 补贴又小一点 你看吉利今天就看到各位意见了 D豪L是一台可以插电上绿排的插捆版本 它的纯电续航去到100公里 一箱油能跑1300公里 同时它的官方油耗成绩 3.8升每100公里 油耗做得非常好 另外它的动力也比新越L做得更强一些 也是个1.5T四缸的放动机 有180马力的加速成绩 破百 6.9秒就能搞定了 所以这台车不单只卖省油的 同时还要卖动力的 这种插捆或纯电车型 除了看它的捆动 它的油耗动力怎么样以外呢 很重要一点 要看看电池怎么摆 会不会影响车内的空间使用性 那这台第1号L 首先它的后排空间 跟之前我试的汽油板基本上没区别 坐姿各方面都是很质压很好的 乘托不错 不会说有一些电车 整个底盘都被电池抬起来了 坐进去就这样 好像蹲着这样做的 这个电池应该是藏在座椅跟尾箱底下 座椅下面就不能动了 尾箱的备胎也保不住 但它好的一点 还能保住座椅往前翻 腾出不错的扩展空间 所以这台车 除了油耗低或者插捆比较好用以外 另外它的空间实用性 还是做的挺不错的 当然最重要的肯定是驾驶的感受 这个吉利雷神三挡的捆动修行表现 怎么样放在这个小车上面 很可惜今天还是不能开上路的 但是它安排了一个场地试驾 给我们去感受了一下它的加速 它的溜弯的这个平顺性的表现 确实这车让我最惊喜的是它的加速能力 简简单单一脚油门堆下去 已经能感受到前轮的抓地 这种弹射的感觉 真的是轮胎都顶不住这种加速的动力 而且想想哦 在场地这么多媒体 通常去游吟这台车 它的电已经完全被完美了 就靠了在亏电状态下 依然有这么强的加速能力 而且加速持续的爆发力 过一百都觉得那个动力没停过 哇很强 就如果同价位这么多车 什么秦plus 巡洋剑05 雷零 甚至日常那个轩翼滚动比起来 这一个车的加速动力 感觉是最明显的 6.9秒破百 那种感受好像不止6.9秒破百 那么简单 另外一个问题啊 就之前我是新月L滚动的时候 都说那台车好像在市区 低速的表现的时候啊 有一些一些动力的空白感觉 是能感受得到的 而这一台我在场地里面 也溜了几个弯去感受一下 也感觉到有些动力接的 不是很紧的状态出现 具体呢 要看真的上路 到我们熟悉的路段 再去试试才能告诉各位 今天还不行 但是很快就来 很快就把这个车搞到手 再为各位去试试等着